欢迎收看新一期的米亚谈事件 人人都说美国的科技水平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准 让其他国家望尘莫及 但是一说到修路这样的基础建设 大家首先称赞的肯定是中国 因为我国的基建实力的确获得了世界认可 不过因为设计理念和实施方案的不同 美国在某些领域的设计还是挺值得认可的 比如美国人修路的时候会运埋大量的轮胎进去 可能很多人都看不懂这样的操作究竟是为什么 其实这都是技术性的操作 虽说美国的整体生活水平和经济水平都非常高 但是他们的基础设施相对来说有一些落后 尤其是公路 大都是几十年前修建的 老化情况相当严重 而且美国的公路里程总长度达670万千米 如果想要完成全部维修工作并不简单 而且在这个维修过程中除了路程长是一大挑战之外 还不能只是简单的浇灌溪清 否则车辆长时间碾压之后 溪清很容易变形破损 不过在美国工程师几经商议之下 他们决定用废旧轮胎来提高道路的耐用性 先在路面上铺设轮胎 将轮胎按照蜂窝结构排列起来当路基 再往轮胎空心部分填上碎石 最后铺上瀝青 轮胎可以起到分散压力的作用 所以瀝青路面上的抗压性和耐久性都会有所提升 而且不用可以找方法来处理废旧轮胎 大大降低了废旧轮胎所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 可以说是一举两得 目前这种方式已经成为美国比较流行的修路方法 不知道有没有可能在国内派上用场呢 好了 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大家评论和关注哦